你知道日本一家专门做有毒河豚刺身的餐厅 为了保证食用的安全性 厨师能有多专业吗 早上8点 祖孙三代便会一起前往当地最大的水产市场 丰州市场订购河豚 眼前这位是餐厅的第一代老板山田 今年已经75岁 经营餐厅45年 要不是干不动了 都不会交给儿子打理 因为要想做好河豚 是需要非常犀利的刀工 稍有不慎 就会中毒身亡 丰州市场通常不会对公众开放 所以他们不会先着急进货 而是先把前几天从河豚身上切出来的有毒器官处理掉 这些器官是不能随便当垃圾扔掉的 而是要运到市场统一处理 紧接着就会来到市场购买河豚 虽然说河废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的生意 但该吃还是得吃 这家河豚批发商也是日本为数不多有牌照的 有人说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 45年前就敢做这玩意且没出过事故 也是一等一的狠人 现在的他们早已财富自由 为了保证新鲜程度 这里的批发商都会专门用海水把客人订购的鱼装到桶里 然后再用自己的运货车运到客人的车上无缝衔接 餐厅通常每周会去进一次货 到了旺季每周就要两到三次 今天一共进了40只河豚 个个都是活泼乱跳的 一只的进货价300人民币左右 这玩意不仅危险 价格还不低 如果是你 你会去吃吗 早上10点 回到餐厅 这停车距离 不得不说日本的路是真的小 为了让厨师们工作的更有效率 大家伙都会一起把鱼转移到餐厅的水箱里 为了养好这些鱼 山田的妻子还特意把她独自经营的海鲜店让了出来 现在全身心地经营这家河豚店 千万别小看这位老太婆 她可是当地烤制河豚的一等一高手 这些烤熟的河豚旗是专门制作店里面的热酒 每只河豚都有四条不同大小的鱼旗 如何在高温下烤制获得完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切好的河豚旗和鱼翅会先拿去晒干 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需要三天 这样泡出来的酒味道非常独特 中午11点30分 辛苦了一个早上 一家人会在这个时间点吃个午饭 之所以日本出了不少有历史的餐厅 主要是家里只要有一份事业 后代们都会接过这个棒子一直经营下去 而不是去做其他事业 在这一点上 还真没几个家庭能坚持下去 宗亲关系非常浓厚 比如这位山田的女儿 就只在结婚前在其他地方工作了两年 婚后35年一直在餐厅帮忙 下午2点 在餐厅开店前的几个小时 全家人就会分工合作 开始准备 山田的儿子太阳就会开始切白菜 女儿则开始制作餐厅的开胃菜 这是一种用河豚皮熬制的甜品 吃的感觉有点像龟龄膏 为了不浪费河豚身上所有能吃的部位 河豚皮表面的刺都会刮干净 不管是炒着吃还是做刺身口感都是一流 脆脆的 有点像吃薯片的感觉 为了保证安全 这里的厨师都需要经过两年的训练才能上岗 因为河豚的毒性实在非常可怕 一旦中毒 就会呕吐并且呼吸困难 四个小时就直接上天堂 每年在日本都会有几个人吃这玩意丧生 一般都是无牌经营的老板做的 要想餐厅获得牌照 老板必须在完成在除毒设施举办的讲座课程后 通过笔试和动手考试 山田先生的孙子终于定于今年参加考试 以帮助继承家族事业 所以 每当正在开始处理河豚的生鱼片时 山田都会亲自下场 毕竟什么人都没有自己靠谱 值得一提的是 河豚大约有350种 但只有22种是政府允许食用的 而且店家更喜欢吃活的 现在看到的这种是被称为河豚之王的虎河豚 距离餐厅开门还有30分钟 山田就开始准备去除河豚的毒性器官 准备更多的刺身 第一步就是不断打击鱼的头部 让他失去知觉 然后把嘴迅速切开 这样能确保安全 紧接着就是把漆皮切走 最后就是开肚 把里面有毒的器官全部拿走 看似简单的刀工 实则已经切了45年 在这个过程中能清楚知道 有毒的部位稍微训练一下就能掌握 但不浪费能吃的部位就很考验功夫 一条鱼就这么大 切多了就亏本 切少了人就没了 这一点还是很难拿捏的 为了确保安全 厨师都会在一旁摆好河豚 各部位的标签以便复查 切完哪里就放到哪里 一旦结束 河豚就会被冻在冰块里 等客人点单再拿上来 等到山田处理好河豚 旁边的厨师就能放心地开始切生鱼片 河豚不同于三文鱼 吃起来很嫩 这种鱼片不管是刺身还是打火锅 因为脂肪率低的缘故 口感仅是淡然 有点像鸡肉的感觉 晚上6点 餐厅正式营业 客人们也按约定的时间到达 在制作前 工作人员都会向客人展示一下鲜活的河豚 然后再通过这个开放厨房 让客人们看到厨师是如何制作的 每一片的厚度的误差也不超过0.1毫米 搭配着彩色碟子晶莹剔透 看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吃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